我们现在开车到这个甲根坝 甲根坝 完了之后看景 确实很美 就是有点像新疆那堪纳斯的感觉 完了之后到甲根坝 完了大伙看贡河雪山 完了所有路的就这种乡间小路 我们租一辆大众的越野车 两区前区无所谓 主要是东哥开车就行 我开车牛逼 如果没毛病吧 必须的 但是走这种小路感觉就特别好 两边都是山剑 完了之后旁边还有牦牛 时不常的我们撞一下牦牛 玩一玩 挑逗一下牦牛 没事 好了我们现在继续开甲根坝 完了之后 看贡河雪山 完了之后甲根坝转转 有一大上坡 同志们 我得稍微的给点劲 给点劲 兄弟们 开始挠胎了 脑胎也得走 我这车租的1.5T 就是一小车 就是牛逼 主要就是我开 我开就牛逼 我会 我去 我扫 稍微给点 咱就可以山到了山崖底下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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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之后 往这边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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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能上不去 我都觉得 我从上去了 牛逼 我从无垢 它这风景挺美的 没车 没什么来讲个妈 完了之后 我也不是坦克 也不是越野车 就是一个特普通的小SUV 咱就上来了 那边 那个就是贡达雪山 这个海拔四千多 但是云大 看不了太多的 但是这是空中草原 草地底下就是 村庄还不错 挺漂亮的 还确实是挺美的 确实 确实 云彩很近 期待是四千三 这高反啊 我一会就好了 现在好多了 到了 现在我们的贾冰大 贾冰大 其实景色很美 慢慢的 流下去 景色还是很美的 我现在终于到了雨子期了 下面终于我们发现了资料 这座山叫 亚拉雪山 牙牧雪山 这边 这很大 莲花山 这边呢 这个雪山 我们都看见了 当然了 公卡雪山 已经挡上了 确实看不见 但是这些山 这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不许此行 不许此行 我们朝朝下午 我们就赶路 去四姑娘山了 我推荐 我推荐大家来了 川西 到了新都桥 来雨子溪 雨子溪也很漂亮了 你们再去旁边的天空之城很近 就这种破路 开四十分钟就能到 但是那个什么天空之城叫什么格里拉姆吧 说实话我都去了 就是都差不多 你自去了雨子溪 你就不用去什么格里拉姆 什么的 如果你都想去 有时间够 你也可以去 但是呢 风景大同小异 关键是天空之城他还收费 你知道吗 还收费 你们看底下 这些九曲弯 很漂亮 前头就是折罗山 对吧 雨子溪很多人说 别来 没意思 风大 那我就告诉大家 雨子溪可以来 风也没那么大 到了晚上冷 得多穿点 也很漂亮 看日照金山 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四姑娘山 来不及了 就现在我们走 也得23点07分到 大家看这 23点07分到 所以我也跟大家说 来川西 小环县这边 新都桥确实不错 新都桥周边的 什么这村啊 那村啊 什么川几村 这几村都不错 小河流水 看看不错 没有一个确定的景点 大家就自己转 但雨子溪确实可以来 完了之后 新都桥的供杆雪山的观测点 别去 什么都看不见 是吧 对吧 还有一个 那叫什么 什么 那叫什么 我们从亚拉雪山翻过来了 走的这个是 G的248 国道 什么道啊 这边就是美人谷 非常漂亮 而且发生也很齐驱啊 但我都感觉这不像四川的感觉 有点像湖北恩师或者张家界什么的 很漂亮 有点四川的感觉 这叫美人谷 我们刚才过了草原 过了雪山 过了草店 现在就到了这个山谷 很漂亮 大家看 这个美人谷 川西还是可以自驾玩一玩 但是 确实是高反 但是现在我们 已经待了三天了 从亚安开始 现在高反的逐渐的 好多了 就像我这么大声说话吧 可能一会儿有点累 其实也没大事了 其实 只要大家别跑 别跳 我们现在这条路呢 就去四姑娘山 前面是八美 完了之后呢 丹巴到四姑娘山景区 我们住下 完了明天就游览四姑娘山 现在就叫美人谷 是新独桥往北 西川的小环线 雅江那边 泥石流了 所以堵车都堵成屎了 我们这边没有 这川西小环线 所以大家想来四川玩 川西玩 好了 做好了高反的准备之后 可以来玩 来这玩五六天 从成都 雅安 卢定 康定 新都桥周边玩 你看我们现在就从新都桥走 完了 去 刚过了墨石公园 过了什么八什么的 塔工的草原 塔工草原 现在到美人谷 前头呢 就八美 之后呢 就是四姑娘山 这个基本上五六天的时间 但是很舒服 很高兴 从雨子期下来 这就是供岗 终于照着了 不敢说日落 日落什么日照金山嘛 但照着了 挺漂亮 赶上了 走了 我们现在到了四姑两山 完了 待会儿去四姑两山顶顶顶区 完了 我看到杨杨的那个乳房不摘瘦 再加上杨杨 杨杨严重高反 爱飞 所以呢 没法去长平沟了 长平沟可以看四姑两山 别闯了 别闯了 我们就去双桥沟 这个呢 是二峰 哎 先生 现在这二妹三妹都出来了吧 对对对 二妹三妹都出来了 完了 还是很美的 我们在仙境一般 这就是四姑两山 呃 待会儿我们就去路景区 叫双桥沟顶顶区了 很美 哎 云带带走 完了雪山露出来 很漂亮 高反呢 我现在好点了 好点了 看 哎 高一点 现在我到四姑两山了 完了之后 早上起来 喝杯 灌咖啡 来看 哎 完了之后 看那边 四姑两山 四姑两山峰 二峰三峰的 二妹三妹 来 冲上 在这种每次非常美的景色下早上起来喝点咖啡太爽了一会就去四姑两山啊双桥沟一会去双桥沟大家看 慢慢倒下 嗯 中身烘焙 哎 好香 哎 您来过老板 来 我有过带了个咖啡机我请您喝 我请您喝呀 我这有 我们互请 互请行我给您倒一杯 我给您倒一杯 哎 那个老 那个老板有咖啡机 我这个呢是挂耳的直接就冲就行了 基本上能冲到180毫升的水吧 啊 好了 其实差不多了 风 哎 很漂亮 幽美风马上出来了 来让我们喝着咖啡 哦 好了 大家看 冲泡完的咖啡 一让就ok了 早上起来 啊 精神一天 谢谢金刚 到了四虎两山景区 哦 说实话 真的很美 我没去过瑞士 哈哈哈 都说小瑞士的感觉 确实 哦 我跟您说吧 跟大家说吧 就是 高反 要没有高反 卧槽 我觉得真的很美 很漂亮 没办法 这他们一高反 哎 美丽的景色 就慢慢欣赏了 嗨 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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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菲不理我 听到耳机呢 我在我 我 艾菲 艾菲你撞我 艾菲他撞我 那个我们现在在四虎两山漂流呢 完了之后 哦 好舒服的呢 嗯 完了之后 我我还没有漂流过 下次我一定要去贵州漂流 哦 景色还是很美的 啊 雪山 各种各样 哦 哦 艾菲你看那个 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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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美景 哦 我觉得啊 来川西 其实来四虎两山就 就就够了 其实新都小什么的 呃 大家考虑啊 反正是 嗯 四虎两山是挺棒 海拔呢 最高四天多 一般都是三天多 差不多都能坚持 反正我觉得 我坚持的还行 啊 完了我觉得还行吧 呃 川西旅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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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圈了吗 是吧 我操 啊 艾菲 艾菲 你瞪一下东西 我来撞你一下 来来我来撞你一下 艾菲 让我耍一耍 哎哎 人呢 哎哎 哎哎 壮的就是你 哎 哈哈哈哈 呃 呃 男人嘛 至死往少年 不负少年头 哎 哎 我觉得最经典的这个脑花啊 去递我们脑花到了啊 豆腐脑花这是到四川必须吃的啊 给我 跟我们还得拿个野子 我准备开始了啊 我准备开始了啊 你拿啊 18 这是实断最后一段啊 哈喽 那个前那个轮胎 爆了这修修好了吧 啊 补不了了 补不了了 饭肉了 然后就是把那个快餐团车的 得得先用备胎开的呗 那慢慢开呗 太不行 还开始吧 豆花啊 这是目前我知道的最香的豆花 这不是冰饭 这是豆花 哇 还一样啊 所以你们看啊 我就来拍一个小吃的视频啊 每一个都得尝尝啊 就是 这个是手到哪都必须要吃的这个 脑豆花哎 好了 来看一下啊 哎我怕牛逼牛逼 脑豆花 就是猪脑加豆花 哎 给我们拿杯水 我喝用 哎呦 买个水哦 买个水 来看脑豆花 猪脑加豆花过一会儿 哦 哦 我吃了 哇 都很经典啊 兄弟们 这时候哥有那个大猪脑 猪脑 吃饭有那个点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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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哥 来送你个药花 哦 羊羔 嗯 嗯 一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见啊 好哥了 礼拜一礼拜一就见了 礼拜一就见了 哈哈哈哈 小礼拜一来吧小 嗯 那礼拜一我来啊 我约结货都不 没问题 我们的五哥约我喝 整个跟 跟古师傅二番战 啊 这个呢是甜烧白 这要蘸点糖 哦 这个要蘸点糖 甜烧白兄弟们 你看看这五大五花 啊蘸点糖 哇 哇 哇你甜烧白都好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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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的 要古师傅过了 没错 天烧白啊 这麦糖 焦炸 对吧 我怎么那么爱四川成东呢 啊 啊 啊 没事 他可能这次就不知道 他选的不知道哪些 你 这吧 我都在 灰锅肉啊 咱都别聊了啊灰锅肉啊 哈哈哈哈 看看啊 这个打青椒 加上那个灰锅肉肉 肉片 哇 哎这也好吃 你打青椒一点都不辣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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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我来就很难了 谢谢 嗯 好乐 哦 再给你了啊 哦 你再给东哥再来一瓶 我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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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这要什么钱了呀 铁板铁子 哦 铁板铁子 嗯 哇 太棒了 酱香加糖 甜的 嗯 加糖加糖 嗯 来到你们走了 嗯 哎 结果好吃 嗯 这个加上这招牌 四鸡豆好像没有姜豆排骨 这个是先炒完之后 嗯 先蒸后炒的 哇 啊 嗯 哦 哦 哇 拿一扫块 哦 拿看 哇 哇 哎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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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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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行了 看哈 这是腰腰片 腰花上的撒一层粗 大盘我不拿起来了太大 挺好啊 冲冲跑什么腰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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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冲冲腰花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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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靚靚哥 wyn 重办有成后不� better 我妈来 continues 烈完了 哎 哎 哎 好この 蹄花同志们 来的一天成都就吃蹄花吧 嗯 你们看看这种蹄花 有这种做法 看看 哦 满满的焦点满白 哦 哦 来来 手手手 谢谢 蹄花是什么 我就是 哦 这样是什么来着 我总肥肠 我看这味就像 我倒忘了点最经典的麻婆豆腐啊这个 像 咱这个红糖芝麻 啊 啊 红糖芝麻 行行 行行行行 快点啊 红糖芝麻 我跟你说吧 我跟你说吧 看不清了 我接着吃 要把一帮兄弟们等着我呢 十四号 我们到三星关 三星堆 完了之后 那边讲解服务 完了之后 两点五十他预约排一堆堆 四百块钱 两两小时左右 但是我们得等半天还不见得有 有有讲解 他这讲解很少 那怎么办 我们就外头有人说 四百五加五十块钱就能讲解 那我就问外的人呗 对吧 也 我也忘了问了没有讲解证了 无所谓 啊 反正我们也不能白来 七十块钱 是七十块钱 一张票 七十块钱一张票 完之后 讲解是我们 花四百五 但是必须还得要 讲解 咱知道怎么回事 完了之后跟讲解有点出入不睹 那我就记下来 我就问 袁老师 对吧 不是袁老师原油这有没有三星堆 反正我现在就在三星堆就开始了 完了就是我今天 四川这个五天油的最后一天 啊完了之后就回北京了 今天三星堆 我们也要问问 到底是那个最后出土的那个 特别像外国人 外太空人的那个咱们的祖师爷 为什么那样 我也问 我鼻头有点红 为什么呀 刚从高原下来 卧槽 啊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你看 这戴帽子的就是我们就听着了 行了 我都说了有没有感慨的 我又在发视频 不是他都是正面 他鼻子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 他那个高高的鼻梁哎 你看 后面 高高的鼻梁那么大的眼睛 我 天 他嘴角 对呀 这肯定不像这华夏人啊 是不是 对吧 下鹅有可能有很有长度的下鹅 哦对对对对对没有 他可能是什么 而且我妈我觉得特别像印度人种 发个自然 他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 明显开了有个孤子来的 哦 可能就是带着面积 哦 那我们后面会看到有 面 Sean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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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